今次跟大家介绍的孙德加 王福音 福音是一个秘套 原顶是旺秋季 后期再厚一点 就改做单字一个题别方题 别奥福音 之前也有介绍过他的印 也有讲过他小小的主题 这里再重复一下 浙江的杭州人 他早已接牌的人 但他的印是非常公正 没有其他的出现 一位书法家 全书写得非常公正的一位书法家 因为他对古墨 对其他的书法研究 是很有深度的功夫的 清末文初的人 清代的时候 他是考到进士的 也一样是当年的西营印社创办人之一 其中有四位 其中有四位 其中一本就是有关说文部首的 现在应该还有一本 王宫甘的 说文部首 将说文四百多个部首 用船书写出来 写得很公正 当然了 我们看他的船书 那个公正程度 也可以想象到 他的印章 也在这一方面 成为他一个主要的表现物色 我们看他第一方的印章 投资是金 想知道之后的事 看你现在在做的事 有你的前因 就会有你的后果 投资是金 我们看到他的后尔 是从卓的 这个都是走完 但是可以写上其印都可以 接着呢 一个圆 这个是一只脚 当你在走的时候 这个形 这只脚打了靠叉 一直走 走到绞了脚 你想不后也挺难的 这个猴子要出来 就不是像我们平时走的那样 一路向前走 走到打打卡 伸展的意思呢 就是后 后之时急 好 另外一方 非常之正经的一方 我们看到 会心存 不在远 能够会心的 不是在远的地方 在哪裏 都是在心中 不是很远的地方 好 好 高财 高财 深足 有时距离的东西 是自己心里面搞出来的 好 如果你不在心里面 清除了这件事的时候 就真的会心存不在远 很正经的一方 这一方 这一方 书且算不书呢 书且算不书呢 书且看 和印章 没有什么分别 都是很静静兴兴 另外一方 这方较小一点的一方 这也是珠麦印的一方 也有些少少教育意味 不丑穷 如果我们只看印章去理解的时候 这个穷字 就只是说经济 是吧 没钱 不是什么值得丑怪的一方 但是呢 现在再深入少少去抗背一下去看 这个穷呢 不止是你的经济 应该是你的学物 知识 技能 如果你怕丑的时候呢 那你真是窮了 当你当到不识的时候呢 不耻而下闻呢 你就会不穷 那我们多看个小小去看这个印章 这方的印章呢 我们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边兰的问题 以上三方印章呢 都是我们很清楚都看到的边兰 但是这一方呢 我们看到边兰呢 是有缺口 也有条直线 这是俗一看 专闻的一个标准形式 拳中的一个表现形式 很多时候 借边与不借边之间呢 就会出现了这些问题 但是你做得好的时候呢 对弯弯弯弯的线条呢 反而是表现了你的印链的深度出来 看来和平静的线条呢 也有两种的感受 是比较活了很多出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珠民的借边与崩边呢 这个也是值得学习的一方 人像的印帽 可以说一下 都是同样四个正正经经的印文 放在这里 但是在边兰的帮助之下呢 你整个印章一看来 感觉了就不同了 那个活活性增强了很多 我们很多时候都见到这些明章呢 很多时候我们加一些吉祥语 这一方同样都是一方吉祥语的印章 培语长年 培语的名字 长年大家都知道 关于长寿之类的东西 将自己的名字再加上一句吉祥语 在这里 那么就 明章呢 就变了有趣味点 好 做到另外一方的住民人 梦碟 不存千里目 这个碟是用重折 重重折 这个 又不是用回 我们现在写派书的那个 大家留意 选招长年代的诗人 申喜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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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申喜术 申喜 申喜术 申喜 operate 市场 申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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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廟來,是指揮,因為杜娟的口是深紅色的, 將它歸入了一個神話故事裡面, 就是古時古代的屬國,其中一個國王很愛他的子民, 當他死了之後,變了一隻杜娟鳥, 差不多春天的時候,開始要過種耕種, 他出來就叫了,叫那些子民快點,春天來,要開始耕種, 要不然就沒有收成堡,這個就有食糧了, 所以這隻獎另外一個名稱叫布谷鳥, 叫聲好像叫布谷谷谷, 一個很有趣的神話傳說,當然是, 身體疾,大家都知道,在當時抗金的時候, 滿懷大節,但是奈何恥不與惡, 就不受就用,變了意氣低沉,低沉之後, 那又如何撕回故鄉,所以他不存千里無, 不如回家吧,當然是宣誓他自己感情的一首詩來的, 那蝴蝶呢,就會講到莊周夢蝶, 那之後呢,其他人就做蝴蝶夢, 都是叫蝴蝶夢,所以他借了這一個蝴蝶, 蝴蝶一朝千里夢, 莊周夢蝶,那個故事大家聽過, 那個蝴蝶變自己見到蝴蝶, 想起四分之下,究竟我是蝴蝶,還是蝴蝶是我呢, 這個蝴蝶,挺有趣的, 是蝴蝶的一方,是蝴蝶一方, 這方跟剛才那方賠償年, 那個印緣差不多, 都是蝴蝶, 但是蝴蝶之間沒有那麼多曲線位, 但也有分決, 蝴蝶有一點點, 沒有其他兩方比較正經一點, 但是呢, 這樣就出現了一種, 印章的蜂蜜的味道出來, 覺不覺了, 我們大家知道,蝴蝶是白文的印面, 蓋上去蝶, 蝶出現的印字, 就是書文, 但是未必一定這麼正確地出回來, 因為蝶蝶印出來的時候, 可能有點歪歪, 變成有一點歪歪的字出現出來, 變成一種蝴蝶的味道, 英文是, 合以鼓, 鼓甚麼呢? 鼓掛? 合以鼓授, 這個授, 鼓授體的文字, 這本是鼓授體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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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說我們現在一般稱之為大授, 傳就是周孫王的太史咒, 鼓授體的文字, 所以就拿了他的名字, 即是以鼓授體, 變成鼓授體, 變成鼓授體的文字, 必要時會用鼓授體, 拍在一起, 這一方是很工整, 白偉和朱偉看他的分部, 分部得非常好, 白偉走得通, 朱偉也有一個連搭性的情況出現了, 也是挺有趣的一方, 走來穿, 所以我們現在很少遇到這個情況, 在古代, 很多時候遇到這個情況, 形容得挺有趣的, 頭, 掃, 更短, 更短, 這樣一句吧, 雲, 玉, 不, 聖, 這個呢, 雲, 玉, 不, 聖, 聖, 這個呢, 雲,玉,不聖, 聖, 然後一起拗, 一開始麻頭髮, 拗得兩拗, 連插支砧也插不到幾乎, 跌下來, 如果你頭髮夠的時候, 會有一定插支砧, 衣服 зал, 因為古人一定要插支砧, 擾著頭髮, 插支砧不散, 插支關起來, 換句話你都一百年多 他寫這個 他寫這個 很文字 他寫這個 他寫了這麼多報仇 剩下一個 他寫了這麼多報仇 他寫了這麼多報仇 二四五個報仇 省了四個 這個本來是一個古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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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甚麼字 這是一個集 這是甲骨文的集 很巨型的 這是一個女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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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整個高計梳出來 接著插著插在那裡 同樣的 男士也是扎計的 不過插不插 插和插 插和插 插是紫色的 插是甚麼 插是一支的 插在那裡 有些飾物 這一支就是插 插著甲骨和插著 插著 因為這個很巨型 你寫 如果寫甲骨 你一定知道這個 是甚麼 很巨型的 如果不是寫太書 你就不知道甚麼 甚麼